字幕提供 那我就講一個已經有一個月的舊文 那我就看了很久才夠膽講 那我就沒看過有任何香港來的YouTuber 或者普遍的YouTuber也好 在加拿大來說 我想會對每一個在加拿大住的人 都有很大影響 直接間接的新聞 但沒人講的 可能這一個跟這裏的傳媒的concentration有關 因為這裏的傳媒只有幾個 那是什麼呢 就是在安大略省有一個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它就叫做Dishiptel 不是很大的 它是Independent 在加拿大來說 它是最大的獨立 你可以在家裡上網的公司 但是它通常就在 Ottawa安泰略省那裏 就是做生意的那個區域 但是上個月就被Bell Canada收購了 就是BCE收購了 那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Dishiptel 在1988年開始的時候 他的老闆 這個Madstein 就說到明 會是 會用一個平價的方式 就把家裡 你的家裡 上網 這樣 它是做到的 但是呢 那個的問題 就是現在 就做不行了 那要扯了白旗 就投降 就買了給阿Bell 給阿Bell 那好吧 那喂 關我什麼事啊 我現在是剛剛搬來加拿大而已 如果你是 哈哈 剛剛搬來加拿大 無論你是手機上網 或者家裡的固網 聯網的話 你都發現一件事 我講你家裡上網 這裡家裡上網 如果你是比香港貴 你就會嘩嘩聲 就貴得很離譜 不是很緊要 是很離譜的 很緊要 就是跟香港比 那麼很多人就說 喂 加拿大 地帶 所以我要cover的地方多 什麼什麼 那你這些呢 是excuse 但是怎樣也好 實在主要來說 加拿大只是有三個 的Internet Provider 那有多些的 但是其他那些 小到你 即你都不在那裡住 或者小到你被人吃了 那不是這樣 那麼你最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Rogers 第二個就是Bell 第三個就是Talus 你轉來轉去都是它 那有時候就說光纖入 什麼都好 那有時候 有一些城市 就說 有一些Independent 就說 我和你購買 最便宜的那個 我和你博線去哪裏 這裏Atlantic Canada 都有的 那我就 即是 是不是便宜了 這個Holesaler 但是呢 始終那條Backbone 都是這裏 三個其中之一 那在Atlantic Canada 有另外一個 是這裏的老牌子 Eastlink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這幾個大主人 那如果是這樣 即是說 即是便宜一些 可以是 給你家裡上網的那些 一個一個 就Independent、獨立的那些被人吃鬼了 那你就 沒有辦法了 要硬吃 那Dichiptal來講 他雖然是扯了白旗 他都是算幸運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老闆起碼 扯了白旗 投降呢 他都有東西是賣給Bell的 有不少的獨立的ISP 就破產了 即是渣都沒有 那為什麼呢 那一來 那三個就真的很強 二來 我第一個說 Rogers 從初到現在 他都沒有用過華為的產品 那就是 他就是這樣了 不用華為 但是呢 Bell和Talus上網那些的器材呢 是不少是用華為的 好了 那麼 那麼 又 去年開始 因為加拿大政府 就禁用華為 所以 Bell和Talus 因為他們夠大 所以 我們 慢慢慢慢 新的配件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華為了 無論在Wireless來說 或者其他什麼都好 就上一條Backbone 不要用華為了 那麼 在他們來說 因為他們夠大 那麼 他們可以捱得到 但是 小一些 尤其是 好像 Digital Digital 還有其他 小一些 在這個 小一些 城鎮的 ISP 他們一直都是用華為的 儀器 因為便宜 現在你不讓他用 那麼 他便捱不住 因為要他轉 他是 因為客戶是少的 因為那些城鎮 那些 稍微少 少一些客戶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被迫 就要 扯白旗投降 買給那些 那個Big Three 或者就倒閉 算數 這個 我為何在我這個台上說呢 那是有原因的 那三個大的 老大哥 Bell Ragis Talas 他們最重要的生意的地方 就是大城市 大城市 如果是移民來說 那些大城市 就得益 所以在大城市 的 獨立 的 ISP 就個個都是要 賣給 這三個之中的其中一個 那 這個也是這三間大行的策略 因為 在加拿大來說 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大約每年 就有四十萬個新移民 這裏三年來 是百多萬人 這樣的時候 這百多萬人 新移民通常 大家都知道 是去大城市的 Toronto Vancouver Montreur 譬如說 是Ottawa 都有很多 是這樣的地方 尤其是Digital Digital那一處 因為它是安大略省 Ottawa那邊 大部份 真是移民會 是去得多些 所以就買了它 最大的那個 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著 搬來加拿大的話 你就要 沒有辦法 捱這個貴的 上網費 如果你已經 剛剛來了這幾個月 一年 你看見 說 什麼 我真的要在家上網 貴得這麼厲害 你沒有辦法 現在 上網 就真的好像是 家裡要水要電 你說 我家裡 我不上網的 這樣行不行 好難 因為 隨時work from home 上網 小孩子做功課 上網 無論是否疫情 都要上網拿東西 這個沒有辦法 以後會是怎樣呢 我只可以說一句 不會便宜 不會便宜的 不會便宜的